那我们今天要进入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十三节开始 那我们第一段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 那我要先请我们手上有新标点和和本的这个弟兄姐妹 我们先一起来读 来一起来读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众人救了他来 他就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亚勒菲的儿子立位坐在碎棺上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塞人中的文士 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罪人一同吃饭 就对他们门徒说 他和罪人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找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乃是遭罪人 来我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 我们一起来读 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一起听 耶稣在到加利利湖边 一大群人聚集在他身边 他就教导他们 他在往前走的时候 看见一个收税的 就是亚勒菲的儿子立位 坐在碎棺上 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 立位就起来跟从了他 以后耶稣在立位家里吃饭 有许多碎棍和坏人也跟着他 当中有些人跟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席吃饭 有些经学教师和法利塞人 看见耶稣和坏人和碎棍一起吃饭 就只问他的门徒 他为什么跟碎棍和坏人一起吃饭呢 耶稣听见了就说 健康的人用不只好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 而是要招坏人 来来来 谢谢 欢迎林平姐加入 我们今天大概读到的 首先大概在这里所写的立位 在马太福音把它写成马太 那立位跟马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立位跟马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一般的神学家是这么认为 就是坐在碎棺上的这一个人 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的加利利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这个西律 西律安提帕所掌管的 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 西律安提帕所掌管的 我们待会会读到 这个从许多地方来 那西律安提帕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它是混血 它是一半 它的血统里面有一半是乙东人 所以在西律安提帕下来工作的人 一般也会被认为它是一个 同时它也是 事实上都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一般会把它认为它叫做游奸 我们今天讲汉奸或是台奸 意思是 了解意思 就是会认为说 它是犹太人当中的 为他国做事的人 那所以基本上会被看成 它是一个违背社会跟伦理观感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 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不断地读到 税吏跟罪人对不对 或者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成叫做 碎棍和坏人 所以碎棍又写得更贴近了 就是说更贴近坏蛋的意思 比较 税吏好像还好 但是碎棍好像又更像是一个坏蛋一样 那基本上其实这两个名词 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意涵在指涉 那这两个名词其实 税吏比较专指的是社会跟伦理 就是意思是社会观感不好 他是一个在这个社会 即使他是个有正常工作的人 他是个有正常工作的人 并且有正常收入的人 你不能说他的收入是非法的 不是 就是以社会的角度 可是就犹太人社会来讲 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社会观感不好的人 那也有另外一个部分是 他交往的人当中 也有很多人是外邦人 换言之他交往的人很多是外邦人 就犹太人的捷径律法来讲 他就是一个不捷径的人 但是你不会并且也不能禁止 他进到会堂 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也不会也不会禁止他 去到圣殿去献祭 了解意思 他不会被隔绝在这个 一起敬拜的群体里面 可是罪人不太一样 罪人会专指的是 他是一个跟上帝的群体 有区隔的人 换言之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他是一个不太 他们是一群不被接纳 并且不被接受进到圣殿里面的人 了解意思 是不合法 法规的人 换言之就是这样 那耶稣对立位的这个 这个前选 跟第一批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读到 跟第一批的门徒非常类似 简单 他经过了他工作的地方 然后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然后他做第一个反应 是放下工作 就跟随耶稣 而立位很特别的是 另外一个部分是 除了他跟马太之间 有人认为他就是马太啦 那只是可能是姓跟名不一样而已 有人是这么认为 所以因为在马太里面 他就是只写他是马太 那当然很有可能是那个姓跟名 但是这个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 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称这个人叫做马太 简单的说是这样 那在这里 马可福音是称这个人叫做立位 好 那这个立位 在马可福音里面 事实上只出现在十四跟十五节而已 意思是他只出现在这里 他跟随耶稣 但是他并没有被列在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里面 他很早期对不对 这是非常早期发生的 但是他没有并没有被列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 而且后来也没有再描述 他跟随耶稣的状况 圣经里面就没有再出现了 在马太福音也一样 也一样 所以在这里其实正在标明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候这样的场景 相当有可能有多次的出现 而耶稣呢 主耶稣那时候所呼召的人 也有可能相当程度的有跟这一群人接触 那马可只是用这样的一个场景 来做一个一个标示 标示什么 耶稣当时候极有可能 他就是与许多这样的人接近跟接触 耶稣不怕忌计 即使他们这一群人被视为不洁净的 我们刚刚我刚刚已经有讲过 那个如果以税吏来讲 原则上他就是社会跟伦理上会不被接受 但是以罪人来讲不一样罪人的意思都专止 在圣经里面罪人的意思都专止着与上帝隔绝 或者是敌对上帝罪人的罪人这个字词 所以原则上会是比较牵涉到跟上帝百姓群体隔绝的一群人 那在这里其实大概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叫做 这一个蒙召的是税吏 而当时候蒙召的税吏也被视为是一个罪人 而他之所以成为门徒只因耶稣的呼召 所以耶稣呼召他就回应 所以许多的翻译 在英文的许多的译本里面 把他翻成不太一样的内容 就是罪人跟税吏 这一群人 特别是在这里 马可不断地出现对不对 马可不断地出现 特别是这一段大概出现了三次 特别是这一段出现了三次 那换言之 有许多翻译把他翻成 他们就是一群风平不佳的人 或者是一群损友 简单地说就是 看起来他们就是一群损友 那耶稣呼召了立位 结果不止立位 他还带着他的 当时候如果以法律塞人来讲 他们就是猪盆狗友 猪盆狗友一起吃饭 好一起吃饭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吃饭这件事情代表什么 吃饭这件事情 例如说我要跟你吃饭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可能有关系亲密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例如说 如果我跟孔爸哪一天在电话吵架 然后我就打个电话说 孔爸不好意思啊 我们改天我们约个地方好好吃个羊肉炉吧 钱我喝酒才行 那吵架 一定要那恐怕这样就算大硬了嘛 对不对 我就说好没问题啊 好那就是关系恢复 即使破裂关系也会恢复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一起吃饭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犹太人其实不轻易跟别人吃饭 事实上台湾人也是一样 我们也不轻易跟别人吃饭 如果要吃饭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对价关系 所以如果有我们的 我们受邀去参加喜宴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会考虑 我跟他交情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我再包多少对不对 那我还要考虑 还要考虑什么 他是请在这个希尔顿饭店呢 还是请在路边摊呢 了解我意思吗 如果是路边摆摊的 可能掏出来的红包可能少一点 可是他如果是请我 请在那个希尔顿饭店 那可能不太一样哦 那可能要包的钱就不太一样 那都在表示什么 我们吃饭其实是有对价关系的 了解我意思 那这个吃饭的对价关系跟往来 其实这都代表往来 这都代表 如果我跟你吃饭 我们一起吃饭都代表一种往来的关系 而犹太人是不屑跟这群人一起吃饭的 了解我意思吗 这群人他们一看到这群人会觉得什么 这个法律师看到这群人 这群人怎么配跟我吃饭 那你们那个耶稣那是什么拉比啊 怎么跟这群人一起吃饭 是这样的意思哦 你们那个耶稣这是什么拉比啊 怎么跟这一群人一起吃饭 马太福音其实在整段描述里面 都跟马可福音描述的一样 而他只多增加一句话 就是耶稣回应里面的 多增加一句话 他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的地方 有写到 经上说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济世 而照何希阿先知的意思是 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怜悯 已经临到这些罪人的身上 如果这些罪人认知到自己是有罪的 了解意思哦 所以这个跟耶稣最后所说的那一句话一样 谁会没病就去看医生啊 没有吧 对吧 通常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 就会去找你先生嘛 对吧 眼睛出了问题有一天看不到了 或者是眼睛开始朦胧了 不是啦 最多是脚结膜炎啦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很牛顶啊 然后那个 例如说那个 那个 近视太深了 要去 有做过吗 近视太深了 有去做过这个眼睛 脚磨碩形素 脚磨碩形素啦 好 不管怎么样 其实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生病 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生病 就会觉得我是健康的人 我不用去看医生嘛 不是吗 同样的 罪也是如此 这里都 耶稣后面所回答的那句话都是一样 只有一个自认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才会去求讨怜悯 同样的哦 同样的 只有一个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才会去求讨怜悯 因此耶稣在这里用一句话来表达和西亚先师所说的这句话 他在表达什么 他在表达你们过度强调那个洁净 可是真正洁净的人是那些自知自己有罪的人 而自知自己有罪的人 他们会主动想要去亲近耶稣 并且求讨赦免的那个怜悯 这正是这一段话里面那个张力 我们已经事实上已经逐渐读到那个张力了 彼此之间拉扯的那个张力了 那我们接下去来读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这个一样了 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读 我们请这个新标点和本的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禁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部带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就都坏了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好我们来请现在中文译本来读18节到22节 有一次施洗者的约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正在禁食 有人来问耶稣 为什么施洗者约翰以及法利塞人的门徒禁食 你的门徒却不禁食 耶稣回答 新郎还在婚宴上的时候 贺喜的客人会禁食吗 只要新郎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就不禁食 可是日子将到 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 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 没有人拿新部去补衣服 如果这样做 新的补丁会撕破旧衣服 使裂痕更大 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这样做的话 新酒会脏破旧皮带 酒和皮带都会损坏 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 好 那这一段其实有提到禁食这件事情 请问我们有禁食过吗 有 我们有禁食祷告过 那我们的禁食不是为了减肥 不是为了健康 而是为了祷告 为了敬钱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 但是有时候禁食一下不错 对身体不错 有时候禁食一下不错 这是对现代人身体健康来讲其实不错 但是用另外一种角度禁食在历史跟每一个宗教里面其实都有它的传统 这种禁食祷告的这件事情 在圣经里面其实更明显 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明文规定 所以在上 我们大概知道 就像穆斯林 穆斯林他们有一个灾界月 今年应该是从五月底开始到六月 那灾界月里面他们白天 只要太阳出来 白天就是不准吃东西 连水都不可以 连水都不可以 到太阳下山之后他们才开始吃东西 可是他们太阳下山之后吃的东西非常丰富 那好 那这是穆斯林的方式 他们用一个月来表达这个事情 那那个都跟禁钱有关系 他们透过这样来表达他们的禁钱 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在圣经的传统当中其实没有规定 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没有特别规定 他只有一个说法叫做刻苦己心 就是如果以禁食的这个传统来讲 大概就是刻苦己心 只不过过去的人在思考我要怎样做才能够表达到刻苦己心这件事情 因此禁食就会延伸而来 所以我们读到许多的情景 当人遇到了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像我们知道像以斯拉 像以斯帖 当他们要去面对那一个重大的时刻 他们会在那重大的时刻之前 他们就自己禁食之外 他还会邀请跟要求 他身边与他一起的人一起禁食 为这个时刻或这个事件来祷告 他们不是要去面对王 就是要去面对一个重要的时刻 所以在先知的传统里面 也有这样的禁食状况 所以禁食本身 他在表达的一件事情 正是一个刻苦己心的一个方式 好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再次的读到禁食 因为刚刚好我们读到 耶稣跟一群被人家看起来 猪盆狗友一起示范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描述 就开始进入禁食的状况 而这是两个群体 这两个群体刚刚好是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叫做约翰 施起约翰的门徒 另外一种状况叫做法利赛人 那施起约翰的门徒 约翰的门徒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团体 其实在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太清楚的 是他很模糊 换言之找不到太多的依据 那当然施起约翰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非常著名 因为他是为耶稣施洗的那一位嘛 不是吗 那他当时候也有一群门徒 很显然他们这群门徒那时候会去禁食 甚至是会定时的禁食 或者他们会有一段时间的禁食 用禁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敬虔 那第二件事情是法利赛人这个团体也会 法利赛人跟 法利赛人原文有那个分别出来的意思 所以原文的意思 其实他们就是特别刻意强调 他们虽活在被掳以及别的国家政府所统治之下 但是他们却是被分别出来意思是上帝看他们特别圣洁 所以因此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坏人 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情 法利赛人不是坏人 法利赛人在那个第二次圣殿过后 特别是当犹太人他们活在那个外邦统治的环境当中 他们怎样去辨认自己的身份 他们怎样去辨认自己的上帝 他们就透过 所以法利赛人特别强调这几件事情 安息日 割礼 跟吃食 吃食啊 吃食的条例 所以这几件事情刚刚好都在这 我们待会依序读到的这几件事情都凸显出来 因为他们最重视这几件事情 他们看重在这几件事情上要分别出来 了解意思他们要分别出来 所以他们要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这几件事情就特别要跟别人不一样 我要这样借此来标示 我是属上帝的 我不是属你的 了解意思 所以他的这些坚持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就是让这些上帝的百姓或以色列人了解 他们是什么身份 所以我才会这样跟大家讲 请千万不要误解法利赛人是坏人 只不过法利赛人太律法主义了 所以这也是耶稣多次跟他们起冲突 最重要的那一个原因 他不是强调说他们的坚持不对 他是强调你们太拿这些变成你们的令件 并且太虚伪了 太虚伪了 太虚伪了 你们太虚伪了 所以透过这样来描述这个事 所以禁食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禁食本身 耶稣并不反对禁食 因为就光这个例子就知道 耶稣 耶稣 并不反对禁食 因为耶稣说什么 新郎还在的时候 那个 那个 没有人在禁食啊 那个新郎还在 那正是上帝国主权主权者 握有上帝主权者 而当上帝国在我们当中 我们当欢喜快乐啊 当他在我们当中当欢喜快乐 当他被带走 事实上那个现在中文译本翻得很好 就是被带走 原文的意思是被带走 那个当新郎还在 那日子要离开 那个当新郎还在 那个新标点和尔本 把他翻成新郎要离开他们 新郎要离开他们 但是事实上 原文的意思是被带走 所以现在中文译本 把他翻成被带走 其实是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的翻译 那在这里其实正在说明一件事 耶稣同时也在标示 我还在这里啊 我是那上帝国 的来临主要的主啊 如果还在 那当然就是欢喜快乐啊 耶稣也不会禁止欢喜快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 当然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快乐嘛 不是嘛 吃饭是一件快乐的事 对不对 对吧 跟人家吃饭 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而禁止对没有错 在许多的宗教里面 他有那一种 他的确有那一种 严厉刻苦己心的那一种 对自己严厉一点的这样的方式 可是我经常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禁食 那不要想说要做给别人看 禁食也该快快乐乐啊 禁钱 禁食是你在 如果我们的禁食是为了禁钱 就是为了祷告 那禁食也该快快乐乐啊 因为而且禁食对自己的身体也不错啊 如果以现代的生活来讲 我们都吃太多了 对啊我也该减一点啊 那事实上我们都吃太多 所以我们都可以减一点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 如果这是为了禁钱的缘故 然后 所以这个禁钱是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不是你要 你禁食然后公告全世界 让全世界知道 哦我在禁食哦 那什么意思 那你只不过是跟别人讲 哦我很禁钱 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 其实禁食不是这么一回事 了解我一次哦 禁食本身它是个人 就这个传统而言 它是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禁钱 是为了禁钱的关系缘故 那么你也该快快乐乐啊 也不应该公告周知 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禁食啊 不用 因为那是你跟上帝之间的约定 跟关系 了解我一次哦 所以禁钱本身其实 禁食本身其实也不应该拿来 当做一个标准 来标示 哦这个人 有禁食祷告表示他很禁钱 然后这个人 没有禁食祷告表示他很不禁钱 这样其实我们会得罪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不一定他不禁钱 但是他就是不能禁食的人 我们要应该知道我们身体上 其实有些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生病 其实不能随便乱禁食的 了解我意思哦 所以其实不应该用禁食这个标准 来衡量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是不对的 这完全不对 所以这一群人是什么 用禁食来衡量耶稣 与他的门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 不是吗 所以用这个标准 来呈现这个事情 因此耶稣才会用当中的某些话语 来回应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新布 那个我们应该知道那个布 特别以前 现在的我们洗完之后 比较不会收水 那以前如果穿过了 然后洗过会缩对不对 对吧 那事实上我们也应该知道 其实洗衣服不一定好穿 旧衣服比较好穿一点 对啊 对吧 哈哈哈 旧衣服比较好穿一点 新衣服拿回来 到底是洗衣洗带的吗 对对对 那通常我们 那可是以前会 对就是当过水或洗过之后 他就会说 特别是以前的 耶稣时代的那一个皮毛的 特别是那个动物毛 他们当时候是用动物毛的 做成的衣服 所以那个说的更厉害啊 所以那个不要用新布补到旧衣服上 其实正是这个意思 因为那个会 没有办法符合那个状况 所以变成就会 当再洗的时候 就会再一次的撑破 他会撑破 或者是同样的 那个皮囊也是一样 酒啦 那个酒会脏 脏起来嘛 然后就撑开来 然后呢 如果再倒酒进去 就会撑破 因为他已经到极限了 对所以耶稣用这两个比喻 所以其实是他的回应 那他的回应里面 其实有一些很要紧的状况 他的回应有一个事情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请你用新眼光 新的眼光去看禁食这件事情 耶稣不反对禁食 所以意思是他并不反对 所以传统 传统这件事情如果是好的 那么 只不过重要的是 他并不是在表现或表达给别人看 重要的是他真的是在表达 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请你用新的眼光去看禁食 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回应给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我们虽然不太知道他们的 要求的状况 但是很明显的 他们是认为禁食 一个禁食的人 会比较跟上帝亲近 很显然 他们比较认为这样 可是一个不禁食的人 看起来好像跟上帝比较不亲近 但这是事实吗 不是的 耶稣正在用这些比喻在告诉我们 这不是事实 而事实上救的也未必不好 重要的是他不应该是用那一个 那一种方式来规定 你就该这样表达你的信仰 他不应该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你的信仰 而一个人的信仰 最终最终他都需要跟上帝之间有连结 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那好到这里好不好 所以耶稣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我们要禁食或不禁食 其实是属于我们个人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不需要受到宗教形式或外在的制约 来限定 这是大概是我想在这一段大概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然后我们读到最后好不好 接下来就是禁食 接下来就是安息日 那那个吃死就好像我说 这边都跟法利赛人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后面我们就会读到更多跟法利赛人 我刚刚已经大概略略跟大家讨论到法利赛人 他们强调的事情 他们很强调几个事情 而耶稣在这几件事情上都跟他们办了对冲 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新标点和尔本的23节到28节 不好意思我应该是写错了 没有到38节 那个23节到28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来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门徒醒路的时候掐了麦穗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上夜店 吃了橙色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族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说法 来一起来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经过麦田 他的门徒们跟他同行 他们一边走一边摘取一些麦穗 于是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你看你的门徒做了在安息日不准做的事 耶稣回答大卫在需要食物的时候做了什么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跟他的随从饿了就进上帝的圣殿 吃了献给上帝的公饼 这事发生在亚比亚他当大祭司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法律 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这饼 可是大卫自己吃下 又分给他的随从吃 于是耶稣说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族 好 接下来就有关安息日了 那安息日其实有一个 我好像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安息日其实他也是一个负面的表列 上帝的十句话 我们如果读初来集记二十章 那里记载着上帝的十介 我们今天把它称为十介 事实上原文只是上帝说了十句话 上帝说了事就成了 其实那个说的方式 其实就跟创世纪的第一章 其实非常类似 然后如果是上帝说话 那么那就是一个绝对命令 了解我意思 所以那个有相对的命令跟绝对的命令 而绝对的命令 当然相对来讲是更重要一点 所以初来集记的那十句话 上帝的那十句话 是非常要紧的十句话 而那十句话里面 大部分 绝大多数特别提到人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通常都用负面的表列 就是说比较消极的表列 不是负面 是消极的表列 就是说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 杀人 不可 贪心 等等 那事实上 有人认为守安息日 应该是 不是 应该也是积极的 积极的表列 事实上它也是一个 消极的表列 因为原文的意思叫做不可工作 安息日原文的意思叫做不可工作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禁令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前提 就是在这个禁令之前 在这个上帝话语的之前的世界 其实人们是没有休息天的 工作的人 他是一年365天 每一天都工作 他是没有休息天的 所以 在这个禁令出来的时候 所以 那个犹太人会特别 標示他们是守安息日 并且守安息日 还要守到什么样的程度 守到 不可工作的程度 了解我意思 不可工作 而换言之 不可工作 所以犹太人 特别是早期法利赛人 从法利赛人这个传统下来 在他们的律法里面 就有非常多的限制 它会限制 我之前好像也有稍稍跟大家一起分享过 就是他们有很多限制 他们限制不可工作到什么样的地步 而随着社会的演变 他们会去开始演绎 因为随着社会演变 我们到不同的时期 就会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上次好像也有举一个例子 说 纽约如果那栋大楼 住很多犹太人 他们安息日的时候 就是每一层都停了 因为他们连按 一按都算工作 都算工作 意思是我要去哪里 可是这又太过了 我认为这太过了 可是他们的拉比有这样的权势 而他们也照这样做 而照这样做 就好像我之前有讲过 其实我们不能说这是错的 因为他们透过守安息日 在表达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反倒是基督徒 基督徒要很清楚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守安息日过 过过于拘束 因此我们不守安息日 其实我们守主日 我们守主日 但是请千万要记得 守主日不是在表达 我们来做礼拜 然后尽异物 这样就叫做守主日 守主日的意思 其实更要紧的内容是 我们在这一天表达出 我们纪念主互活在我们生命的 那一个日子 那要不要工作 该不该工作 其实这边有一个 耶稣在这里的一个交代 有一个非常清楚 特别是最后段 我们读到第三章 那个最后段 那个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内容 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内容 不过在上帝的十句话里面 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八节到十一节 那我这边有栽一点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河本的记载 我们一起来读 用黑体字把它写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当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扑鼻深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 定为圣日 所以我们已经读到不可工作 事实上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读到那个不可工作的 这一个字词 那这个字词 其实另外一个部分是 所以犹太人所 这个安息日 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状况是 事实上连上帝这一天都休息 上帝创造了世界六天 对不对 好连上帝都休息 你这个你是什么 你是个被造物 你怎么敢这一天不休息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意涵 所以他们对于安息日的守 安息日这件事情是很慎重 并且把这一日当作是圣日 所以不可工作的缘由是 来自于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想想 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什么 不要只是因为不可工作 而不要只为不可工作的形式而被拘束了 所以当耶稣跟他的门徒 事实上耶稣跟他的门徒 经过了那个麦田对不对 他抓了抓了那个一把麦子 然后那个路加还加上一笔说 他们还戳了 戳了 其实这是两回事 两回事的意思是什么 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 这样叫做收成 了解意思 我抓对不对 这样叫做收成 可是戳呢 这样叫做禁食 这是两件事情 那这都跟工作有关系 那个收割 收割跟那个 所以那个 弄成可以吃的 弄成可以吃的 那路加事实其实是架上这一笔 那事实上如果以这边 马可人的描述来讲 他们只是收割 那收割跟那个 脸沉迷 那个是两件事情 而且都同样在不可工作里面 可是如果在平常的日子 其实耶稣跟他的门徒做这个事情 其实不会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犹太律法里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强调 他说出外人 出外人 那个甚至是 我拥有这块田地对不对 我收割完之后 掉下来的麦穗不可以减 我收割完 这旁边不可以 要留下来 给农民 给屁股的拼民 对对对 这就是那个 那个十岁的由来 那个路德那个十岁的由来 就是意思是 那个我只要收割过去 对不对 我中间有掉下去 我不能剪耶 因为那些东西要留给人的 那我收割一样 四角 我不能收割 我要留给人 那留给谁 有几种特别的人 他们在律法里面特别规定 出外人 寡妇 那那个 那个 就是贫苦无依的人 他们这些人 没有那时候 也不像我们现在社会说 有的去垃圾堆里面去 去找搬垃圾 来去全联的垃圾堆去找 那个剩下来的东西可以吃 那时候也没有这个东西 那时候没有这个时代 而他们能够收割的地方 就只有那个农田而已 所以基本上 那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 其实是对这些出外的人 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是怎么样 他们是流浪的传道人 他们是出外人 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在其他的日子 但重要的是他们却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 而耶稣的回应很特别 因为耶稣的回应 在这里其实他是引用了 这个 撒姆尔记上的21章的这个故事 那时候大卫跟他的随从 他们正在逃亡 逃亡到 逃亡 结果去躲 躲到一个 当时候在敬拜上帝的地方 而那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那一个饼 其实是只能祭祀吃 就好像圣餐一样 你们知道圣餐的规定 你们昨天如果有来 有圣餐 在天主教会里面 那个剩下来的 那一个就是 他们是每个礼拜都首圣餐 然后在天主教会里面 而且他们的酒 都很特别 因为酒都从 有些会堂 酒是从意大利进来的 都非常好 然后他们因为祝圣了 神父祝圣了 祝圣的时候他们就把他 在解释上 他们就把他视为 那是真的耶稣的血跟肉 所以呢 那个祝圣完之后 如果领圣餐的人没有那么多 那个他们 事后要把那些给克掉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那个 天主教神父 礼拜天下午都醉醺醺的 不要太怪他们 他们会把他克掉 那当然这是我以前 所认识的状况 天主教神父 也有很多人抽烟抽得很凶 靠近他身边就烟抽得很凶 或者是烟斗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于 个人的选择 千万不要用外在的形貌 去定义这个人的进钱状况 小心 小心 不要用这些情形来随便定义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那个脸红通通的 酒醉 不要以为他是故意的 搞不好他是 在礼仪上跟他们 在那一个环境下 需要这样做的 好 那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这里其实某一面 其实耶稣也用这样的比喻 要告诉他们说 其实人的生命比这些习俗 或坚守安息日律法来得更要紧 事实上在下一段 耶稣表明的更清楚啦 那耶稣在这里 其实在提出一件事情 他们的这一个安息日的条例 其实是使安息日变成重担 所谓重担的意思就是 我强加某些 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做什么事 那你就会很有重量或重担 事实上安息日 上帝 设立安息日是 帮助我们经过了七天过后 我们可以有一个规律休息的 真正完全修养的一个历程 当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修养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出发 来面对接下来六天的挑战 所以事实上犹太人的这个规定 后来影响到各个社会啊 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不用守 特别守安息日 事实上还周休二日耶 我们还规定一定要周休二日哦 所以那个这个规定 其实深刻的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了解我意思 就是深刻的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是人不是机器 人需要休息 而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正是如此 他是帮助我们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也透过这样恢复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安息日要紧的是 在这一天里面我们重新恢复关系 接着我们可以好好的修养 我们的身心灵全身都可以好好的修养 并且准备迎接接下来这七天当中 接下来这六天的挑战 了解我意思哦 所以这会是 安息日有一个要紧的历程 就是它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 所以千万不要那个 我们休假的时候或是放假的时候 那如果连续假日 就大家都跑到宜兰去 然后就篩大概三四四五个小时就到宜兰 然后去到泡温泉的地方 就人挤人 然后泡完温泉 再篩四五个小时回来 然后回来我们就喊着说 休假比上班还累 哈哈哈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休假是什么 休假是重新修养的时间 所以是要让自己知道重新修养 并且整顿 帮助我们重新出发 这其实是上帝设立安息日非常重要的内容 而上帝设立安息日有一个要紧的历程是 对就是要跟上帝恢复关系 一个礼拜我们忘记 甚至离开远离上帝 而我们透过这个历程去跟上帝恢复关系 所以 所以耶稣补充的这句话是非常要紧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这叫做第一个原则 安息日是什么 这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守主日的原因 基督徒守主日 所以包括我们放假也是一样 然后就要让那一个变成真正的假日 所以通常连续假日我是不太出门的 出去人几人干什么 除非是有必要 例如说去看看亲友 就是跟恢复关系有重要的历程 所以学着不要塞在车阵里面 或许你们如果要跟孩子跟亲人一起相聚 其实附近找个公园出去走走 其实反而搞不好去宜蘭更能够休养身心 了解我意思 我这故意不常有您 了解我意思 其实重要的都在于恢复关系 千万要记得让那个关系重新活络起来 我们需要有时间可以一起相处 而一起相处的一个历程里面 在安息日里面 特别基督徒如果守主日 那个跟上帝恢复关系其实是要紧的事 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来做礼拜 但是请不要太形式化 认为那就是一个非常 我之前好像也曾经在不同的课里面 我有讲过一个例子 我说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老师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表达 他反对战争 然后所以那时候被日本看成是叛国贼 但是战后他却被视为是一个日本的精神良心 就是那个他是一个日本良心的非常要紧的一个代表人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基督徒是因为他的老师 因为他在小时候他就他就是 他的老师是基督徒 然后他小时候他是因为是出生在那个采石场 所以他需要跟着爸爸去采石 他国小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好 老师希望他鼓励他继续升学 当然他爸爸不准 要留在家里工作 所以他的老师有一次的礼拜天他就去 他说我要跟你去采石场去工作 然后就那一天就跟着他们一起去采石场工作 我们要知道那个是非常出众的工作 所以老师就陪他们一起工作 工作完回去的时候 在路上他对这个学生说 跟这个学生家长说 那个谢谢你们我今天做了一场很好的礼拜 这个老师把四个基督徒 他透过跟他们工作视为一种礼拜 所以这个学生后来他爸爸 因为这个老师的原因 就让他继续升学 而这个学生果然不负老师的期盼 一路就读到了成为大学教授 所以我的意思是 那一个恢复关系 要以及做礼拜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历程 主耶稣其实在这里更帮我们强调这件事情 请不要把这件事情守主日或守安息日做礼拜 把它变成形式化的句数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人不是为主日设立的 而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二十八节的这句话 耶稣另外再说了一句说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其实这句话有确认耶稣的权柄 所以不太一样 翻过来讲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什么 这里这句话 人子指的是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有权重新诠释安息日条例 了解我意思吗 主耶稣有权来重新诠释安息日的条例 而安息日如果是上帝为人的福祉所设的 那就不应该成为重担 然而这一天同时也不是让人觉得说 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 因为前一句是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 对不对 这样就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个误解 我在这一天我随便怎么做 我高兴怎么做 我喜欢怎么做都可以 对不对 但事实上下面这一句话 更说明了另外一件事情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 那我在这一天我该做什么来表达 他是我的掌权者呢 了解我意思吗 我不能随意地照自己的意思 该想要怎么活 想要怎么做 我就做些什么活些什么 不是 我该照着主的意愿来行 所以基督徒应该要问这件事情 主日 如果是主日 那我有荣耀他吗 在主日我有荣耀他吗 而我承认基督是我的安息日之主吗 事实上我也要坦白跟大家讲 那个牧师的安息日 可能跟大家的安息日不太一样 那一天也不是我该放纵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那就回事 好 最后 不好意思 我今天稍稍晚一点点 最后我们来读两段 第三章的两段 那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跟安息日有关 我们一起来读合合本 一起来读 来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流 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固了圆 法利塞人出去 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第三章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现代中文译本的 来 耶稣又进会堂 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枯萎了 有些人在窥视 要看耶稣在安息日 治不治病 好控告他 耶稣对那手枯萎的病人说 站到前面来 然后问大家 关于安息日 我们的法律是什么规定的 做好事还是坏事 救命还是害命 大家一声不响 耶稣怒目 凡事周左右 心里为这些人悲伤 因为他们的心肠肝硬 于是他对那病人说 把手伸直 那人一伸手 手就复原了 那些法利塞人 从会堂出来后 立刻和西律党人商量 要怎样对付耶稣 杀害他 好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 非常紧张的一个场面 耶稣在医治人的历程当中 很少有这么紧张的场面 通常都是求告 跟当然 而这个紧张的场面是 旁边居然围了许多人 因为是在会堂 又是在安息日 然后大概很清楚 这两个场景 第一个是日期 这是在安息日 第二个是在会堂 所以旁边有许多人 窥视耶稣要怎么 照上帝的律法来行 而这些人非常 所以他是面对一个 具有敌意的环境 而在这个环境里面 表达了耶稣 这个表达其实有一个非常 特别是在马可里面 我们可以读到许多耶稣的情绪 因为在这个表达里面 其实是马可非常 在马可文印里面 非常有一个特殊的形容 而这个特殊的形容就是 我们读到的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或者是这个第五节 或者是耶稣怒目环视周左右 那个怒目喔 那个表示什么耶稣生气 意思是耶稣睁大眼睛 然后就这样看 这样看耶稣睁大眼睛 然后就这样看 因为他在会堂里面 遇到这样的人 而这个人其实是不准 也不能再进圣殿来献祭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残疾的人 但是他能够在地方的会堂里面来敬拜 了解意思喔 他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但是他是一个有残疾的人 所以他其实是不能进圣殿去献祭的 所以在宗教的观点来讲 他是个有残缺的人 所以然后好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 就是好 好这个人面对的是 耶稣面对的正是一个这样的环境 是要窥视 那耶稣该怎么做 而因此当这一个医治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些人马上出去集结 这是福音书里面非常少 而且事实上许多敌意要发生的状况都在 特别是马太跟路加都是在比较后面 而这里是马可是写的非常的前面 换言之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 要怎么一起来对付耶稣 原因很简单 因为耶稣非常清楚的在公开 在这四个公开场合做了这一件 他们眼中看为这是一个禁忌的事情 因为上帝的律法有规定不行 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换言之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描述 其实是描述耶稣的生气 他生气什么 他生气忧愁他们的心肠 那个心跟我们今天心脏不太一样 那个在圣经里面描述到心 都在描述一个人真实的内在 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心思意念 心思意念 那个人真实内在的那些内容 所以耶稣后面那句话说 忧愁他们的心也可翻成为他们感到遗憾 所以第二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 在安息日当中其实是 我刚刚已经有提过第一件事 安息日是什么 守主日有一个要紧的前提 第一个是不要为行事而行事 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上帝要为人设立的 所以不要为行事而行事 这是耶稣第一个交代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交代是 在守主日的这一天 我们要记得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人只是主日的主 所以我们身为敬拜祂的人 并且愿意遵从祂是我们生命之主的人 我们愿意在这一天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祂来活 第三个就告诉我们 其实就在这里 在主日当中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耶稣就告诉我们 在主日里面 你什么都不做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耶稣问他们什么 耶稣问他们说 那个守主日 所以守主日正确的方式 不是只有修养安心 对不对 修养安息 然后重新出发 或者是在这一天 我们做一个跟上帝 恢复关系的礼拜 这样而已 在安息日还要怎么 守主日还要行善跟救命 对吧 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 在安息日在守主日 还要有积极的作为 要行善跟救命 所以行善跟救命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前提 意思是什么 安息日你不能只想自己 所安息日通常我们会想的是 我只要我跟上帝之间恢复关系 我只要我跟我的好朋友 亲朋好友恢复关系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但是主耶稣又再加一句 祂说那一个 你也要设法让你的灵色 祂的生命得到整全跟护原 你不能只求你自己 你要求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所以安息日 这叫做安息日的 或守主日的积极意义 耶稣告诉我们 守主日不是自己过了爽 这样就好了 祂是告诉我们说 千万要记得 你要记得去行善跟救命 这同时也是你的责任 守安息日 好 那就到这里 就到这里 最后这一段 七到十二节 我们赶快把它读完 七到十二节 来 耶稣和门徒 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 要摸他 乌鬼 无论何时 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的儿子 耶稣再三地 保护他们 不要把他们显露出来 来我们来 请现在中文一本来读 好 给他准备一条小船 免得人群拥挤他 因为他治好了许多病人 所有患病的人都挤向前来 要摸他 那些被污灵附身的人 一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严厉地阻步他们 不可说出他是谁 好 在这一段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 这一段是第一段的转折 而第一段其实都跟 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 跟他的医病 港轨其实都有 两个非常重要的连结 那这一段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要紧的事情 是我们其实在这边有 大概读到 其实在这里指到 马可指到的是一个 比较大范围的地方 其实他指的是 大概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 而伊图买 其实正是当时候西律 安提帕他们原本的 来源简单说 这个地区出来的人 这个地区出来的人 就是当时候的西律 安提帕 大西律 其实他就是伊图买人 那都同样是聚集在巴勒斯坦 只不过他们会分 他们会分 这些人比较纯 血统上有沾到 那这些人比较不纯 比较不纯 那他们就属于 比较 犹太人把它看成是 雜种 或者是 我这样讲好像很难听 那 对 就是 简单的说是这样 简单的说是这样 我相信我这样诠释应该没有错 那 恐怕应该可以 可以多一点补充 那 但是都是 都是在巴勒斯坦这么大的范围之内 所以 我们从第三章的后面 特别耶稣 呼召了这十二个门徒 其实十二个门徒使徒 其实本身他们就有任务 所以他们的宣教地方就是这么大 简单说马可已经在这里 已经标示出来 他们当时候的宣教地区就是这么大 有这么多人 好 那很特别的 另外一个部分 耶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医病的权能 而这个医病的权能 同时也吸引了一大群人 他们热切 但是他对耶稣却一无所知 很特别的 我一知道耶稣真实的身份是谁 你知道吗 是鬼 他们还信仰告白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你真是神的儿子 那他们还在那边信仰告白 你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那个第十节描述说 他治好许多人有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所以这些人很明显 触涌在耶稣身边的人很明显 这群人想要摸他 其实是他们想要得到医治 而换言之他们来到耶稣的跟前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 他们没有听他的教导 他只是想说我想要 我想要我身上的病赶快好 对不对 所以耶稣 但耶稣是怎么反应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自私 耶稣接纳 并且尽可能可以为他们服事 只要求他的门徒去备好船 所以在这里备好船 其实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什么 太多人了 太多人想要来摸一把 摸一把就会好了 所以那个他就只要求用船 来跟他们隔开这个保持距离 所以这里正在也同样 当第三章我们下一次 读到那个撒种比喻的时候 就会读到这个事情 耶稣其实也提到那些迅速萌芽 但是也会匆匆的凋零的那些热情 有那些热情的人 他们其实有靠不住的本子 换言之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来摸一把的 那我目的如果达到了 我会怎么样 我们会走了 对不对 我目的达到了 我满足我自己达到了 但是我会靠不住 因为我不是那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 我不是那个真正信仰耶稣的人 了解我意思 我也不是那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接纳的 在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接纳的一大群人在他身边 他也没有因着那么多人来 他心满意足反而 他其实是有所保留 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做的 我们可以吸引一些人 但是我们有那个权柄跟特质吸引人 但是吸引群众其实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坦白说我们不应该是吸引群众当做我们的目标 所以要成为许多人来到教会的那个依据 凭的是这个牧师长得很好看 他的声音很好听 凭的是他有医病的权柄 对可以吸引人 可以吸引人凭的是他有圣灵 与他同在 对可以吸引很多人 但是呢吸引来的人是谁 他真的想要认识吗 他真的想要有所改变吗 还是他只想要求让他的病好呢 事实上如果这样我们只想要吸引人 那么我们所说所做的就不是基督徒真正该有的表现 而我们应该学向主耶稣去回应人们来我们跟前的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人接触 我们回应人真实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要记得要保持精神上的距离 因为所谓精神上的距离是不要让人数给控制了 不要觉得人好少就觉得哇 那个上帝就在这里没有展现他的全能 人很多就表示哇 越来越兴奋了 其实不应该用这些虚伪的成功标准来定义 我们在这个世上该做的事 如果那是我们的服事 那就把它视为纯粹的服事这样就好了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幸福小组也是如此 千万要记得我们透过这些接触我们去服事去爱 只不过我们回应上帝主耶稣呼召我们的那大使命而已 千万不要忘记其实我们只是回应并且去服事 至于真正的成果如何有多少人 对我们还是会在意啦 其实坦白说我们不可能不在意 我们是人怎么可能不在意的 我们会在意 例如说我们所邀请的人他不来 是不是我没有魅力 或者是我怎么样 其实不可能不在意但是因为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绑住 千万记得不要被这个绑住 而第二个事情是耶稣制止鬼向他信仰告白 当然这里有那个弥赛亚秘密的内容 然后那未来我们可能会 我应该会有一张会专门跟大家分享 那个弥赛亚秘密这件事情 那但是这都也在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做多少次信仰告白 也不见得我们真正认识他 鬼认识耶稣的本质 但鬼有没有跟从耶稣 鬼是敌对者啊 了解我意思啊 鬼认识耶稣的本质对不对 但是不好意思喔鬼没有跟随他 魔鬼没有办法 所以换言之不管我们做多少次信仰告白 事实上我们这个礼拜天就要做 有些人会 有些弟兄姐妹会做信仰告白会洗礼 而信仰告白有一个要紧的事情 是宣认跟立约 在众人面前宣认告白主你是我的主 并且透过这样来跟上帝立约 但是只在那个时刻还不够 要紧的是真正做信仰告白 事实上我们每个礼拜 礼拜天的时候也常常做信仰告白 我们都都会读那个使徒信经 或者是爱的诫命最大的诫命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读主导文 那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信仰告白 可是我们不管做了多少次 都不见得我们真正认识他 只等到我们愿意跟随他 照他所吩咐的行事为人去行 我们才真正的明白 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 在告诉我们说不要过度去关注信仰告白的人数 或洗礼的人数 我们应该超越 正义跟固有的那些教条限制 而更用心的去探讨 我们信仰上该做的尾声跟实践 在那些那些才是真正信仰的议题 而耶稣对属他门徒的期待是超越属人头 更要紧的是比教义内容的准确认识 更有意义的是就是真正的去跟随他 好我今天讲到这里 我已经有点多了 不好意思我希望不要太那个讲太多 还是讲多了一点 那我们一起来稍稍分享一下 恐怕来分享一下 被你点明了 分享一点 好 那个 看 好 20 27节28节 第二章 马可福音第二章 27 你看 那不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吗 对 就是上帝为人设定了安息日 这个人呢 跟28节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第一个人是世界上的人 对 对 对 上帝为世界上所有人设定安息日 对 对 那28节这个人子 人子也是人的意思了 对 但是耶稣自称 对 对 对 这个人子呢 就不是普遍的大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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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人子的人 跟前面的人 就是 有分别 对 有分别 这个其实 对 在神学上也有一点点争议 就是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事 那我其实是 比较赞成他其实就是 专指 耶稣在指他自己 所以 那个 所以当耶稣指 人子 有 是安息日的主 其实是在指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 随 随便的重新诠释安息日的条例 是 他就是上帝嘛 对 他就是上帝 对不是所有什么人都可以 他只称人子 重新诠释安息日 他就是上帝 对 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 其实也多做一点补充 要谢谢 恐怕 谢谢恐怕 人子嘛 是安息日的主 对对对 对对对 来 讲义第三页的 上面下来 算下来第二 嗯 他写说 从初代教化开始 不守安息日 改守主日 嗯 初代教会 嗯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这样初代教会 初代教会原则上就是 如果 如果我们这样讲 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一群人 一起聚集的时候 所以我 我 嗯 好 这不是我在这个课堂讲的 我是在这个 每日洗眼光讲的 因为最近我们在读 使徒行传好 那 初代教会基本上 我们会专 比较专止于 那个时期所形成的 信仰耶稣的团体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 呈现那个团体的面貌 好 好 但是问题是 初代教会到现在 我们应该要知道 事实上也有一个基督教派 叫做安息日会 所以安息日会就是 是严格守安息日会 并且他们 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 守安息日的 的教会 其实包括真耶稣教会 也是守安息日教会 他是礼拜六晚上 在做礼拜的 他们自称 这样叫做守安息日 那 那 所以 我这样写好像也不太 准确 因为事实上 现在的基督徒 也有很多基督徒是 是要守安息日 就是他强调要守安息日 要守旧约的这些律法 有很多基督徒 其实包括很多很多的 这个在要求 甚至是他把那个 旧约的节日都拿出来 那我还知道 还有一些 一些人是拿那个脚出来吹的 就是旧约 那个吹脚欢呼 那个来 敬拜团来吹脚的 那甚至也有人那个跳舞的 我是觉得那个吹脚跳舞 那 把这个旧约的这些节日 都拿出来 什么祝鹏节 什么五旬节 这些拿出来 告诉大家 可是事实上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那 我们也没有 某一个部分我们认识这些节日 其实是有起意义 因为它就在圣经里面 然后我们了解 这些节日对过去上帝百姓 或上帝子民的意义 我们了解这样其实就够了 就好像耶稣在这里 对安息日的看法一样 这些节日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有各样的意义 因为他们透过这些节日 就是在追溯他们信仰的历史 就是他们生命里面被救赎的历史 例如说他们守普洱日 普洱日就是以色帖 他们在纪念这个以色帖 那一天犹太人没有被灭绝 反而战胜 上帝让他们战胜了敌人 可是问题是守这些节日 重要都不在于 要去严守那时候 我们没有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不用回到那个时代 所以这些节日 都跟耶稣在这里 回应安息日的条例 都有一些简单的环环相扣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不用再重新回到 因为我们不会也不能 回到那个时候活 所以不用 今天上帝的百姓 就要活出新的样貌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说今天要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人把心部 缝在旧衣服上 也没有人把心酒装在旧皮带里 而唯有把心酒装在新皮带里 这正在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的我们就活在新的时代里面 主耶稣护活的全能 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为什么你还活在 原有的那个皮带里面呢 为什么你还要被那个 重担所限制呢 从初代教育变开始 夫首安主日 改守主日 对 为什么会改守主日 夫首安主日 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一样 主日是耶稣复活的那日 对 我们的时代不一样 耶稣复活的那日 我曾经看过这种 教会历史的书 他是讲说在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 康斯坦丁他也是信奉基督教 是 但是呢为了要把这个基督徒 跟当时悲基督徒 他们的休息的日子把它统一出来 是 所以选太阳日 哦 星期天是太阳日 哦 作为主日 是是是 所以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原谅 以后在公元339年 339年 是 基督教会开一个大公会议 是 正式决定说 夫首安主日 是 是 我不晓得这样子 是不是正确 是没有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这正是我写这一句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 大家都遵守那个大公会议的要求嘛 也没有 也没有 好 了解我意思 那只是 那是历史上 那这同时是我写这一句的意思 但是 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对有些人透过守安息日 他就可以在这安息日的这些规定之下 他们可以重新的修养 并且上帝恢复跟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他们强调 如果他们这么强调那也没有关系 我不太在意啦 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被原有的形式所限制 这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那我大概就这件事情回应到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 是 我刚刚讲说 那个税吏 那个立位 对 立位是不是马太 还有争论 对没有错 所以当时的人 那古时代的人 像耶稣那个时代的人 他的名字 我是看了一个李嘉统校长写的一篇文章 大概2007年 是是 那面文章的题目是说 达芬希密码 这本书值得看吗 他是说 据他的考证 是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他们是没有姓氏的 他只有名字 他跟现在我们台湾很多原住民 是是 他自己的名字放前面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所以 很难考证说 什么人是什么人 对没有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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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讲说立位或者是 约翰马可 这个作者也是一样 是是是是 跟牧师说 是 约翰是他的名字 马可是他的姓吗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也没有提出意见 应该这么说 我们今天 并不那么了解 那个时代 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 我们并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真的 有很多未知 而 许多人猜测 但是 请千万记得 我们猜测归猜测 没有人 真正说得准 特别像 类似像名字的这个事情 例如说 在这里 马可福音说立位 在马太我们明明读到 那是马太啊 那是马太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吗 那是马太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吗 也有神学家这么说 也有神学家这么说 你了解我意思 就是马太他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那 我只能猜测 我觉得 我不会在这些枝节 我认为 坦白说我认为 考究 考究或研究 其实是很有意思 但是 我倒不会被这些枝节摸汁给绑住 我也希望我们不要 我们不需要被这些枝节摸汁绑住 很多学派不同的学者 都有他们的研究 有的 主张他的看得对 对 对 但是谁看得对很难讲 我只能说 其实对 有关 包括李嘉童校长 他也不能说 他全然懂 或是知道 因为我们都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我们只能 就我们所读到的 很有限度的回应 这就我在查经班最一开始就说欢迎天马行空 但是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我也认为 我不用过于强求这些很精准的标准答案 这个年代久也不可考 主要的信息 所传 对对对对 那些信息要精准一点 对对对 其他的考究 人物 地点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有些故事 读起来很有意思 如果 当然是因为 当牧师的关系 所以就会有机会 读到很多 有关这些人过去的历史 那 当然 对 达文西密码他就是虚传的 他是小说 所以他 看成电影 对啊 他就是杜传的 杜传就是 就是他甚至达文西密码 他其实是在讲那个 耶稣 他说这本小说根本就是小说 因为你要考究耶稣的血脉的话 耶稣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 七十代了 是 他一代人生两个儿子的话 他的子孙是二的七十四方 是几千万个人 不可好 没有啦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 这是一个前提或假设 假设说耶稣没有死 那他跟玛利亚结婚生子 所以是从这样来的 然后就是那个 圣殿歧视团就是保护这个血脉 这样子 那个就是 从一开始就是个假说 而且那个是杜传的小说 所以根本压根就 当然本来就不用多去研究啦 他就把他当做小说就好了啦 我没有那么 我没有那么在意 把他当做小说就好了 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的问题没有 没有 等一下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帮月媒 好 月媒姐 因为他家没有行动 哦 他也不知道 对对对 好好好 好 好了那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我每次都还是讲太多 下次那个恐怖我讲一个小时之后 就把我提醒我就是不要再讲了 把你卡住 对对对把我卡住 问问问题把我卡住 然后我就到那时候就停了 其他就看讲一段就好了 其他就看讲一段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就五月四号好不好 好 原则上还是都是五月四号下午两点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来做 祷告我们请雨昂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 来 亲爱的阿爸父母感谢赞能 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 主啊也谢谢你借着牧师的口 让我们了解主是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啊 我们不要太过于在意 这些安息日的这些教条主啊 在安息日我们必须要行善 如果必须要听你的话 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 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律例和条例 主啊我们决心来跟随你主啊 也求你借着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能够多多吸收你的话语主啊 求你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灵命都能够成长 是 谢谢你保守我们 期待下一次的上课时间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 得去的脚步都蒙你保守 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